欢迎收看什么投资教室 我是玄一 我们欢迎今天的理财达人 是陈崇敏 辰老师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说到这个陈崇敏老师呢 大家其实都追踪他也都知道 其实陈崇敏老师呢 不管是ETF或是个股呢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擅长 那么最近呢 在最夯的产业像是CHIPGT 老师你有用过吗 我还没有 我老人家 但是你就算是老人家 你也知道他已经造成了轰动 知道啊 哇 真的很厉害 以后搞不好我不用写书了 对 我们都有可能会被取代 这个财经作家 这个地位也是真的蛮危险的 不过他们只是说你听一些 收集一些资料 我们还是要靠人的脑袋 对 因为我们科技 虽然始终来自于人性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只要会利用它 还是可以驾驭AI的嘛 所以说到其实AI呢 也算是现在带动 整个全球股市 新一波牛市再起的关键产业 但是说到了比起AI 我认为在我们身边 更快速而且即将发生 并且可以直接来参与投资的 基本上其实是电动车 对啊 没有错 电动车真的路上越来越多 像我们家停车场也越来越多了 主持人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夏天暑假 但是热到不想出门 对 那为什么 全球暖化大家都知道吗 就是工业革命来排放太多的CO2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减转全球暖化 电动车会是一个好的方向 因为它不会排放CO2 也就要可以减少碳排 然后并且让我们现在真的是不要再这么炎热下去了 透过这件事情来爱地球 我们也只有一个地球 那么呢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只是讲讲而已哦 基本上呢 像是在欧盟或者世界各个国家都订定2050或是2060 基本上是要做到净零碳盘的目标 靠的就是在路上跑的这一些电动车 所以呢 投资朋友会想要好奇 我们要如何来学习整个电动车供应链 还有它跟最近最夯的AI有什么关系呢 就先请问老师了 你觉得大家要如何从最近这个比较夯的AI 或是可以进入股股 来切入参与电动车产业 其实车子 车子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进步很多 你说以前车子就是上车 然后开个radio就结束了 就开车了 现在不是啊 现在那个面板 你说像我换新车 你还会懂操作 跟操作手机基本上是差不多 有人说电动车就很像是手机 但装了四颗轮子 老师认为是如此吗 它越来越会进步 所以说电动车第一个 当然我们讲到的AI会慢慢的介入 比如说像什么自动驾驶 将来大家一定会想要自动驾驶 但是自动驾驶 它是需要一些东西 像人工智慧 那所以说像一些什么晶片 那在你上车以后 如果车子可以自己跑了 那你在车上你是干嘛 滑手机啊 玩网路啊 所以软体的部分也会变得更重要 所以说讲做什么车宇宙 以前讲元宇宙 现在车用元宇宙了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今年真的最夯就是AI跟电动车 先生老师点出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电动车 它不再是过去我们讲纯燃油车 它只是着重在硬体的部分 它在软体部分 要有更多的琢磨 跟更多的加强 那自动驾驶非常仰赖的基本上 就是靠着AI人工智慧 你要去训练它 训练它 它才可以辨识它 眼前的物体是什么 那整台车可以自动驾驶的更为顺利 往前更前进 所以我们就想问说呢 如果我们以这个概念来看 那本来已经有在做硬体的这些厂商 它们跨到电动车 基本上是更容易的 但是在软体还有其他的厂商 其实也可以想要来跨进来 所以在电动车这部分的参与 软硬体的厂商这部分 我们要如何来琢磨或了解呢 好那当然这个AI绝对也是未来的 因为一台车子 你要让它自己走 一定要人工智慧 对 所以说AI这方面的产业 那电动车一定是未来 因为来游车会不见 所以说AI跟电动车 这个就将来真的是强强联手 所以说你会看今年 本来讲说美国通膨 好像感觉经济不好 结果没想到AI跟那个电动车 这个产业整个科技股整个拉了 拉了起来 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你一个产业 要起来 像那个电动车这个产业 基本上就是未来的产业 那所以说我们就要去捕捉一些 它的所谓的领导的厂商 它的成本结构是不是更为集中 所以更好捕捉 那集中的大概第一个就是说 电动车你可以看到就是电池 是 电池这毕竟你说像我们手机 是电动车的心脏 是啊 手机你还是要每天充电 对 但是电池这个产业 你说像什么 轻燃耗电池各方面 快速充电 这个会越来越大 那再来就是车子的内外装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现在已经要AI人工智慧 讲真的就是车用的什么 元宇宙了 是不是 那再来就是车子的底盘 那你跟汽油的引擎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些 我们就可以捕捉到它一些车用的一些 电动车的一些什么 关键的领导的厂商这样子 是 那我们也知道说 现在确实包含从AI 带到的软体跟硬体 都有那么多的商机 但其实我们说到一般的投资人 大家其实最烦恼的事情就是说 两个重点 一来是现在看起来 整个全球股市似乎已经新一波牛市再起 大家最怕的就是 看来已经是新一波的高点了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来切入 电动车相关的产业 研究个股 是不是还要花很多的心思 然后大家有很害怕 可是还有很怕错过这波商机 所以沈老师 今天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一些周边的设施 电动车要普及 最重要就是充电 那你充电就需要充电桩 这第一个 那再来就是那个电的网路 这个还是最重要 再来就是车子 你要使用AI 你要使用元宇宙 所以说你也需要什么 车联网 这些网路 这个也是最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 你先想看 我们现在买堆电动车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 到处都能够充电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特斯拉是领导厂商 那通用跟福特 他们也是要用那个什么 特斯拉的那个什么 超级充电充电的系统 就他们制定了这个充电的规格 然后把它壮大 所以说他们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要一个就是整合 那当然整合以后 可以降低成本 那可以大家再增加 大家的使用量 但是这些都是算最关键的 你要有电网 你要有充电桩 你要车联网 这个电动车这个产业 才可以整整的取得来 那说到整合 是不是其实透过ATF 或是像这样子整个把市值加权追踪 这样指数 也是一种整合的追踪法 对 因为这个产业真的是太庞大 你说不要讲特斯拉 你传统的车厂都要跨进来 是 那这个从上中下 有车体的那个什么结构 引擎电池 甚至软硬体 对不对 那这个一般投资人 真的你研究是有困难的 好那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那既然这个电动车 这个产业 包含真的是上山下海 包含了这么多产业 那我们一般投资人 你要怎么样选股呢 那很简单 我们就是买进ETF就好了 因为ETF它是同时持有一篮子的成分股 对 但是注意ETF你要看的是 它最重要它的精神就是指数 对它最重要指数是什么 指数就是会决定说 它买进哪些成分股 那每档占几% 会决定说它未来的报酬率 那现在一定要了解的电动车相关的市值指数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标普的Centure电动车市值加权指数 那你看到市值加权 你就知道它也是挑战那些大型的公司 那利用它的市值 市值越高的来占越大的权重 这样子来讲 那再来它的其实 Centure这个电动车市值加权指数 我觉得它一个优点 它的优点就是用AI关键字 对 你说像现在选举到了 大家也喜欢去看什么谁的升量最大 那股票投资股票我们常常是要看未来 其实未来这个趋势很重要 那在高早时代以前人研究股票是这样 营收财报 对啊 这个基本面很认真的去研究 可是有点慢 你如果说传统产量可以 可是你说这种电动车这个AI这个产量 你等到它财报再出来的 等它营收再出来 那个都已经过去是股价都涨翻天了 所以说Centure这个指数它是抓什么 抓关键字 是 那关键字好处就是说 你抓到关键的就是大家升量最高 因为毕竟投资股票就是这样子 人多的地方股价就会涨 所以说你就是往前抓那个关键字 它是利用那个AI来抓关键字 那可以抓到那个什么 与时俱进 抓到那种就是比较有成长潜力的股票这样子 好那么在台湾有没有哪一档ETF 它就是刚好追踪这档指数 我们可以参与电动车的投资 有 星光标普电动车ETF 那你记得就是00925 00925 00925 它就是最终标普Centure的电动车市值加权指数 那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它利用AI 关键字来选股可以掌握这个题材 提前掌握 那再来就是说它还是解锁那个整个电动车的产业 它可以负债 就是它可以覆盖整个完整的电动车的产业 那比如说车厂 车厂不是只有电动车的 它甚至一些什么 比如说Honda Toyota这些的 那再来就是说它还可以 其实电动车它可以变为核心 核心这个产业 再来就是电动车这个产业 其实重点还是怎样 软硬体 它要软硬体要能够结合 再来就是又分为上游中游跟下游产业 那这个就是投资ETF的优点了 它可以同时持有这些软硬体上中下游 那重点还是说你要了解它的指数的精神 它持有哪些股票 对它前十大它持股是哪一些 它最主要的它要求就是说必须要在美国的股市要公开上市 那美国大家都知道就是全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 那好处就是它的成分股流动性 也不会说你买到一些小型股没有流动性 所以说这个是00925它的成分股的优点 所以我们来先讲一下它的优势 00925它追踪指数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AI的智慧选股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 你如果用以前的什么财报营收 这个还是相对的怎样落后 那再来第二个它是指导这个产业的核心 你想想看其实电动车就是要结合AI 这样子它将来变成自动驾驶车 整个车用的元宇宙 那这就需要什么哪些核心产业 第一个就是半导体 没有半导体不行 那半导体当然要分为上游设计 中游的制造跟下游的什么封装测试 再来车厂它不是只有局限电动车厂 它还有一些传统的车厂 因为传统的你还是要进化 还是要跟上去生产 那还有一些什么零组件 充电电池 它都会包含这些核心的产业 再来它就是掌握一些怎么样 全球的领导的品牌 比如说像车厂来讲 我们常常知道就是 你出了Tesla 那刚刚讲到的通用 福特 对不对 那我们还可以知道什么 HONDA Toyota 甚至中国 其实中国人口最多 所以说他们有什么理想汽车 什么未来汽车 那这些都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00925它的指数所包含的三大的优势 那它的主要的成分股来讲 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HONDA Toyota 对不对 那还什么理想汽车 那未来汽车 那这些其实它就是包含 你就想想看嘛 你一台电动车需要哪些东西 对不对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车厂 对 燃油车厂它也是要进化到电动车厂转型 对 那再来你需要一些半导体 没有错 没有半导体没办法做AI 那再来就是电子 是 那电子这些产业 那再来就是充电网这些产业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Cansio 这一档这个指数来讲 就是00925这个追踪的指数 就是包含了这些产业这样子 所以真的可以透过这个ETF 就是一篮子打包所有电动车当中 需要的关键产业跟关键元素 那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透过ETF的投资人 他们就可以分散风险 那请崇敏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 跟大家解释说呢 你觉得透过ETF来参与相关产业 它有什么好处 其实投资股票 大家都很希望要有钱嘛 这很同意嘛 对不对 但是有钱以后 你就希望你有闲 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每天做研究 那也是很痛苦 很忙 所以说你买进ETF 就是同时持有一篮子的股票 这个是重点 对 但是 重的重点就是 ETF它所追踪的指数 那我们刚刚已经讲到的 这个Centure这个指数 用什么AI 核心的持股这样子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有这些优点 所以说 你在买进ETF的时候 你也不是说佛系去买 你要去观察它的指数的优点 这个是很重要 那你如果说有了指数 好的指数 那你就可以很佛系去操作了 就是说我们怎样 想要有钱 你只要买到对的产业 就可以有闲了 对 那就有闲 有闲就是抓趋势 就像刚刚经理 刚刚主持人有讲到 就是未来的世界 已经慢慢会转型到了 你一定到最后 一定路上都是电动车 对 那电动车一定要结合AI 那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你如果说 觉得这个趋势是对的 投资ETF就好了 对的指数 那投资对的ETF 那投资ETF你也很简单 你因为 因为讲实话 电动车要完全 拆放掉燃油车 可能未来十年 要慢慢陆续 慢慢陆续 那表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投资的你就怎样 用最简单的方法 你就定期定额去买它 就是对的趋势 对的指数 对的ETF 那你要对的策略 那怎么样 定期定额去买 你要它倒闭变币子不可能 所以说便宜的时候 可以用力加码 其实这是买进ETF 其实这是最幸福的地方 个股就不一定 而是个股 你那高端往下加码 还是变低端 那个股还是 风险是很高的 但是ETF 电动车AI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那你只要有好的策略 定期定额逢低加码 我相信你就可以跟得上 这个产业上涨的趋势 确实选对标的 然后看整产业 透过ETF的方式 我们定期定额投入 走出微效曲线 那也要记得 如果有低点的话 一定要来做单比加码 那么许你跟大家说了 基本上在去年 全球的电动车规模 已经突破了1000万台 今年预估会再成长三成 也许今年就会超过 1400万台 等于是路上 每五台当中就有一台 它会是电动车 而未来就像我们老师提到的 满路也都是电动车了 所以现在率先卡位 电动车商机 是投资人或许可以来参与的方向 Smart的消息 谢谢陈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